嗨我是小光 我是維珍 耶 一個禮拜又見面了呢 沒有錯 感覺時間過得非常快 今天沒有那麼快六天 六天啦 也是辛苦工作六天 你最近這六天在幹嘛 最近這六天 好像也沒有特別幹嘛 那請問你現在手上 簽了另外一位帥哥是 我簽了另外一位帥哥 你沒有跟我說今天有特別來賓嗎 今天有特別來賓是你手來賓 這麼俊帥 感覺跟你好像有搭配 沒有他已經 就是感覺他已經要衝出來 一直要衝出來 今天終於讓他衝破黑幕 他平常其實也出現在來電20對不對 沒有出聲音 沒有出聲音 但是他出 另外一種聲音 什麼樣的聲音跟大家解釋一下嗎 就是我們的電樂部分 很多朋友覺得很好聽 非常 在家裡面有lounge的感覺 沒有本來有lounge的感覺 但是加上我們兩個對話 變啤酒屋 加上你就有促銷小姐的感覺 而且要小魚乾 那我們要花生 還有 到底今天介紹的是誰呢 就是Super 大家好我是Super 賴先生 對啊 本名叫做 我叫賴廷豪 大家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廷豪是哪兩個字 廷是朝廷宮廷的那個廷 豪是豪傑的豪 聽起來好像蠻有文學氣質的 很有文學氣質 喜歡歷史嗎 小時候有文學氣質 現在可能 聽起來感覺好像做音樂會很好聽對不對 對啊 而且他對來電20的貢獻真的非常的大 對因為沒有他的話我們就沒有 連啤酒屋的感覺都沒有 因為 維珍通常在講話的時候都需要有電樂 讓自己的那個講話更有tempo 對啊 動詞 動詞 那小光這麼專業倒是還好啦 所以其實很多聽眾很好奇 我們的電樂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花20分鐘 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麼美妙的音樂 是出自我們賴廷豪也就是Super的手上 而且今天我們有個特別標題叫做來電大台柱 沒有錯 要知道他的心路歷程 史上最帥音樂人的誕生啊 要不要google 不是也要按讚 也要按讚 要不要分享 一定要分享 那要不要連結 要連結 好我們讓Super多講一些話 介紹一下你的音樂風格好了 我的音樂風格啊 其實音樂一直是從小的一個興趣 然後我的工作跟音樂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是做什麼的啊 我是做 我是做電信的 電信 電信耶 也就是說聽眾不懂 那最近我們什麼優惠方案 有啊 資費 有什麼資費是比較 如果延遲沒有交錢 怎麼樣還可以不會被罰款 對啊 如果延遲的話是一定會罰款嗎 不會啊延遲絕對不會罰款 但是他會停話 好好好 好那我瞭解了 你說到音樂的方面 那你是其實不是學音樂出身 在學校的時候也不是學音樂的 我唯一學過音樂的就是小學的時候 學的鋼琴 那學的時間也不是太久 那學的時間也不是太久 但是就是覺得這個東西還蠻有趣的 所以到後來就變得有會去組團啊 以前學生的時候會組團 就參加音樂比賽 然後參加學校的當兵的時候也參加音樂比賽 很妙吧 所以你是在高中的時候組團 高中的組團 然後是很好的高中嗎 還不錯 還不錯的高中是 建宗 喔建宗 那人才超多的 結果你拿到第幾名呢 在高中的時候 拿到了很好的名字 人家參加那麼多比賽 不在得名 自在參加 高中的時候自在參加 而且評審 聽到你的音樂的時候特別開心的感覺嗎 有 有啊 有嚇得跑出去的 開心有很多原因 喔對對對 看到這麼帥的人 做出這麼好聽的音樂 當然開心 所以維珍你今天也 也很開心 那你趕快把它多多介紹一下 你說後來 你在高中的時候組團 那時候你負責的是 我一直都負責鍵盤樂器 和主唱 所以你邊彈邊唱 有時候是這樣的需要 可是你以前是Rocker嗎 曾經當過 真的喔 這可能就要有一點歷史的聽眾 你聽得懂 因為我們以前有一段時間 很流行做Skid Roll的音樂 哇 史基洛 可能維珍比較懂吧 好像不是我那年代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你不是Winnie Houston 系列就對了 後期 後期 不過台灣其實做Copy音樂 做Skid Roll的也蠻少的 對啊 因為他們曾經來台灣表演過 然後那一次他們表演 轟動 因為他們在台上把褲子脫下來 要Skid Roll的又要來台灣表演 又要再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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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個月他們發了新專輯 可是好像Skid Roll的音樂 也跟他們一樣 就是可以流傳這麼久的意思 非常經典 就後來你去當兵的時候 是義工隊嗎 不是義工隊 那也可以有樂團的演出 那個時候不是樂團 那時候軍中有一個叫做 金聲獎的比賽 就是各部隊的人會派人出來歌唱比賽 然後 我那時候是代表金門來到 哇好酷喔 所以你在金門當兵 對 結果你來台灣比賽 拿到的名次是 很好的成績 真的喔 第一名喔 沒有很好的成績就是 沒有在前三名 那真的也不錯 拜託人才幾級嘛 對不對 對啊 我們那時候有其他的 得名次的都是像什麼 三立歌唱比賽的歌手 所以你是什麼時候把你的那個作品 像你現在有集結成 在網路上發表嘛 對不對 在Street Voice Street Voice 那個網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就像Street Voice 去尋找Light Super 就可以找 你在上面是用Light Super 對對對 英文拼音的 那你Street Voice 幫大家拼一下 Street Voice 對對對 Street Voice 這樣你就可以找到 然後進去了以後 還要打Light Super Super幫大家拼一下 好讓你自己幫大家拼一下 S U P E R 嗯就可以找得到 可是你現在的曲風 已經不是走搖滾路線對不對 對 現在其實會盡量嘗試 各種不同的曲風 那搖滾反而比較沒有在做 因為搖滾可能要熱鬧一點的 多一點的人比較好做 現在當然會說自己做的話 就會比較 也可能年紀大一點的關係 哈哈 你太謙虛了 你跟維珍差不多而已啊 可是我覺得他的 他的歌都是從他的生活出發 好看通話的歌裡面一定都是講到愛 可是呢 這個提到愛的部分呢 又跟他的旅遊經驗好像很有關係 嗯 就是你真實的人生反映在你的歌曲裡 我覺得寫歌對我來講 他的意義就在於說 可能有時候生活當中沒有辦法很具體講的一些想法 可以用歌曲一次講完 所以他大部分就是一些生活經驗的季節 那至於說他為什麼都是關於愛的主題比較多呢 因為我想愛的東西得到共鳴比較多一點 你本身就是一個情感豐沛的人 嗯 是 然後 我遲疑了 應該是吧 情感豐沛才能做出好聽的音樂啊 因為歌詞也是你自己寫的 歌詞也是我自己寫的 而且有些歌曲聽起來 真的會讓人家有心有戚戚的感覺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 有點孤獨 然後有一點好像要訴說自己的情感 是什麼樣子的靈感 讓你有這樣子比較悲淒 柔眉取風的呈現 是自己在家上Facebook看有沒有人回應 對不對 其實像你如果去看一下的話 會發現大部分的情歌都會悲傷的比較多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經驗是 你在快樂的時候 你不會想到要去做歌 嗯 你在悲傷的時候 你可能很悶很孤獨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去做歌 嗯 所以才會導致很多情歌聽起來都很悲傷 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的產量這麼多 的原因是因為你的感情上面一直不是非常順利嗎 只有我身邊的朋友感情都不是很順利 所以身邊的朋友也會激發你一些靈感 對很多都是我身邊朋友的故事 才會平常給我去 那你現在到大概有多少曲子了 做出多少曲子了 其實我做曲的歷史很早 嗯 所以實際上我做的曲子大概上百首 嗯哼 但是 真正現在有在製作當中的大概就是三四十首這樣 那這三四十首裡面有沒有你特別特別喜歡 特別有感覺的曲子要介紹給大家 我想每一首歌其實我現在聽起來的時候 就是想到我當時寫著這個歌 都想哭喔 你看維珍透露著那個羨慕的眼光看著你喔 痴呆的眼光 為音樂痴迷是不是 真的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有他當時一些背景 因為他的故事 所以我聽起來可能跟一般大家聽到的時候 感覺又更不一樣一點 那就好像我現在有發表這些歌曲當中呢 其實有一首歌得到還蠻多人的贊同的 那首歌叫做《總那麼簡單》 好 那我們先來聽聽這首歌叫做 《總那麼簡單》 不想哭的人 不想哭的人 就那麼簡單 dort 隨便停著 隨便敲誘時刻上的臉 可憐落表 memory 不寂寞的人 总那么简单 就被季节变换 笼罩孤单 每个人都有一颗脆弱沉暖 无助像小孩 城市学会放弃 眼中眼色欢呼才斑斓 是什么那么深刻 留住一颗 疯狂怎么算 虚弱的像一个残骸 沉默无声呐喊 不坚强的人 总那么简单 为了所爱的人 付出青春 也变得勇敢 不服输的人 总那么简单 就被相信的人 背叛打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每个人都有一颗脆弱沉暖 无助像小孩 每个人都有一颗脆弱沉暖 无助像小孩 留住一颗 疯狂 疯狂怎么算 虚弱的像一个残骸 沉默无声呐喊 更值得的人 总那么简单 就把一个灵魂 耐心等待 当成理所当然 不专心的人 总那么简单 总那么简单 就错过此生 永远不在的吧 不长大的人 总那么简单 不长大的人 总那么简单 在转眼之间 就把人生 都填满遗憾 不知足的人 总那么简单 不知足的人 总那么简单 就把手中的幸福 都推翻 Zither Harp